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舒明說頻道 我們今天講的題目是 坐得更高不會騎得更快 舒明常常在路上 或者是來做Feeding的車友 發覺說他們的坐高異常的高 蠻普遍的現象 當然坐低也是有 很多人有一些錯誤的觀念 問我說 我坐高一點會不會騎比較快 我的答案是不會 開門見身先給你答案 這個決定坐高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對於設定 而且是第一件事情要先決定 你看U-Bike 只能調坐高 所以坐高其實是最重要的第一個程序 當然後續還是有其他的參數很重要 但是我們假如其他的參數也調整了 可能最後還要再回來檢視一下你的坐高 所以坐高是一個非常重要 然後再來呢 要怎麼決定坐高啊 有很多方法 常常有人問我說 這個方法好不好 那個方法好不好 我們說我們都會參考 有一些我會當作是佐證 它不是主要的 為什麼因為太簡單了 為什麼要佐證呢 我要證明說你的坐高真的很離譜 用很簡單的方法 然後師傅用一隻眼睛看就可以看出來 坐太高了 當然後續還有更精確的做法 你不要說來這邊做完fitting的回去還問我說 欸兄弟啊為什麼你那個坐高 跟那個跨高乘以0.883出來的數字不一樣 你都有保時節可以開了 你還要開納智節嗎 這樣的比例大家能了解嗎 那等一下呢我們就來說明一下 怎麼決定坐高 坐太高會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我們來講說坐高怎麼決定 第一個我們會量身形對不對 身形比例跟設定是有關係的 比如說你的腿越長跨高 就跟你的坐高是有高度正相關 其他身體比例也一樣啦 軀幹長加手背長跟這個伸展有關 可能有人會有什麼公式啊 什麼跨高乘以0.885到什麼0.883 然後那個歷史上有很多 那當然書明也會用一個線性回歸的統計 但是呢統計就會有一些偏差 所以我們除了用這個之外呢 還會看你的姿勢喔 那姿勢怎麼分析 我們會用這個3D攝影機 以前是用兩腳器 那是靜態 那這個可以做動態分析 那坐高跟什麼有關係 跟這個膝關節 跟懷關節的角度 那但是這個也就有很多玄機喔 有些會用這個外角 另外還有標貼的位置 有些差異 我們說膝關節 懷關節角度會決定坐高 這也是生物理學統計啊 所以說使用3D攝影機 3D動態分析 看角度比較準 我們不是看統計是不是 那根本就是錯誤觀念 你角度也是統計的啊 你看也是一個範圍啊 那為什麼是這個角度 後續會有一些分析 我們等一下再給大家看 但是這個角度的分析 建議範圍裡面 這也是一種方法 另外呢我們可以分析你的肌力啊 當然你在實驗室可以用 EMG積電圖 但是我們平常沒有的話 欸體感啊 體感還是很重要 你的彩踏 我們要寬膝懷 我們整個彩踏去 寬關節 膝關節 踝關節 踝關節 有沒有平衡 臀大肌 腿後肌群是 髖關節 骨四頭肌是膝關節 踝關節 主要以肥腸肌 比目魚肌為主 你的彩踏是平衡的 臀大肌沒有使用到 或是腿後肌群很緊 這個可能就是設定上有問題 或是肥腸肌用太多 或是肥腸肌小腿很緊 那個我們也可以參考 但是看肌群是比較複雜一點 不單純是坐高 但是我們說你的體感回饋 這個也是一個 譬如說腿後很緊啊 小腿很緊啊 可能會稍微放低一點 哪一個為主啊 都要參考啊 我曾經看過一個別的feater 在他的粉絲頁上 有客戶跟他反應說 做完feating之後出去騎 又覺得坐高很高啊 肌肉很緊繃啊 然後他的回覆是 我看你的數據都很好啊 角度都很正確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回覆是非常大的問題 角度為什麼會是給一個範圍 而且還這麼大 就是告訴我們個別差異很大 不是說因為角度範圍很大 很容易做feating 不是啊 有些人真的沒辦法做太高 可能肌肉太緊繃啊 關節活動度不夠好啊 諸如此類的啊 或是肌力不夠啊 那你說會不會是有人需要做更高 我說是有彈性範圍啦 但是做得更高不會騎得更快 我來說明這個圖 在說明這個圖之前 我再講一下 就是說 這個叫等速激勵 之前有追蹤書明的頻道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我常常在講等速激勵的實驗數據 橫軸是角度180度 縱軸是扭力TorqueNM 就是這個牛頓米 好當然你也可以用更小的單位 這條曲線呢 就是跟你的腳伸直 我們說這個叫力量來自於伸展 所以從零度 但是不會那麼小啦 就是從一個比較小的角度伸展出來 產生的這個力矩 那我們知道說功率是一個很客觀的數據 然後PowerWatt對不對 我們就看說怎麼樣可以達到更高的功率 是不是就是可以騎得更快 好你做得更高 你的功率不會更高 好那我們就要用最原始的來看 這條曲線就是它的特性曲線 這條特性曲線就是產生膝關節伸展 或是任何一個關節伸展所產生的一個力矩的特性曲線 我們舉的這個是膝關節的 我們來看一下 扭力嘛 乘以角度 就等於功率 功率等於扭力乘以角速度 所以說 這塊面積是不是就是做了多少功 我們叫膠兒 那你的彎曲呢 大概在65到70度之間 伸展大概140到145度之間 這個是產生最大 我們的實驗值大概是這樣 其實就是這兩條線 切下來 跟這個特性曲線 這三條還有這個底線 這個面積 我們想達到這個最大的面積 好那你只要做得太高呢 你彎曲的角度是比較大 你伸展的角度是比較大 就像是這個螢光色 往這個平移方向移過去 那我們會發現說 我們要把左邊的這一塊剪掉 加上右邊的這一塊 但是我們會發現剪掉這一塊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上型 加上去這一塊比較小 因為它是下型 剪掉的比較多 加回來的比較少 這是賠錢生意 賠錢生意不要做 所以你做的越高 會不會騎比較快 不會啊 你做的工比較少 你做的更高 你的功率是下降的 會騎的比較快 很多人會跟我講說 我覺得我沒有做那麼高之後 我踩起來比較輕鬆 是啊 你用同樣的力量 可以得到更高的輸出 或者是你要得到一樣的輸出 你花的力氣比較少 所以我們這個是 由等速機率來看 然後另外一個 坐太高容易受傷 我們是叫什麼 耐力型運動 你不是跑百米十多秒就結束 那很長的時間 那你每次都DNF 你都是未完賽 那其實你前面衝很快沒用 我們說還有一個 運動傷害會降低 整個訓練的這個節奏 或者是甚至中斷的訓練 所以我們說 減少運動傷害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你坐太高會做成什麼事 肌肉容易拉傷 什麼樣的地方容易拉傷 通常都是腿後肌群 膝蓋後面會緊緊的 或肥腸肌會拉傷 你可能自己施肩會緊緊的 這個都是很常見的 坐太高它會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就是你的坐墊變得很難做 然後另外一個 你的落差變大的話 上半身手到肩頸的壓力是比較大 然後下巴會比較不願意使用 那你的姿勢變化是比較少 那姿勢變化少 就會造成很多壓力造成的問題 然後比如臀部的壓力 手的壓力 所以我們說坐高沒有好處 好大家看一下 這是裁切下來的零件 碳纖維的坐管 那還有裁切的工具 然後這個叫裁切輔助器 現在假如非圓管 我們會使用這種裁切輔助器 圓管或是尺寸比較小的非圓管 也會用這種裁切輔助器 那以前我們都會用手具 所以我們已經用很多年的用這個軍刀具 效果很好 通常我幫大家裁切的時候 不會一次到位 一次裁寬一點 然後一次裁窄一點 這樣比較安全 大家也不會那麼緊張 預留一些空間 或是說大家去買車 買車前作品 然後買車之後來 那你需要裁切 或是說你可以先請車內先幫你裁切 預留半公分一公分 他要留多一點也可以 反正來我就會幫你裁切 我要講齁 那ISP就是我們講整合式座管 是一個不太好的設計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的車店 消費者自己沒有信心去決定做高 所以呢都會預留太多 我的經驗啊 ISP座管 十個有八個座太高 而且不是高個什麼半公分一公分 很多是高到超過兩公分 所以那個對於設定來講是非常不利的 都是來了這邊我就幫大家裁切 一般來講都是裁個兩刀甚至三刀 偶爾一刀看起來夠了就停了 我認為那是不理想 經過那麼多年呢 只剩下一兩家 還堅持使用那樣的設計 但是我覺得這個沒有傾聽到市場的聲音 甚至我覺得應該要對他們課增這個健康捐 為什麼 因為不良的設計啊 超過兩公分以上 以生物理學統計來講 是有顯著的運動傷害風險 什麼叫顯著運動傷害風險 就是有很高的機率是 它造成的你的運動傷害 但是不代表做高就一定有問題 我們也看過那個做高做三四公分高 我幫他裁掉三四公分 可是他已經其實很多年了也不一定 但是效能很明顯的是 在裁切之後是升高的 舒適性是變好的 好我們經過剛才的說明 我們再跟大家複習一下 決定做高沒那麼容易啊 要看你的身形比例 動作知識 要看你的感受 還有長時間騎乘 有問題還可以回來調整 不要說順便幫我調一下做高 哪有順便啊 做一件事情都是很複雜的 以前我們店裡面有在賣坐墊的時候 我就說你那個換坐墊效益不高啊 你那個就是坐太高了 先把坐高決定了再換坐墊 好像我要騙他做一次by fitting 那坐by fitting就是很基本的啊 對不對 所以說明說 所有的人都應該做一次by fitting 騎車的人啊 好那再來坐太高不會騎比較快 為什麼 我們從等速機率的力量分析啊 扭力乘以轉速等於做工 然後處理時間等於功率 所以你做得更高 不會騎比較快的嘛 你的功率是下降的 你覺得你做比較高 騎比較快只是自我感覺良好 就跟改排氣管改圍管 聲音很大聲 你覺得自己看很快也一樣 再來它會造成什麼問題 第一個坐墊不好做 第二個落差變得很大 可能你的下背不舒服 你的手不舒服 還有我們說 ISP的設計是不理想的 十個有八個坐太高 那還有你在運輸也不方便啊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節目 好那你只要有需要這個 書名的服務啊 可以預約書名的服務 你可以上粉絲頁啊 寫email給我 你可以發簡訊 但是我不接電話 不好意思 好謝謝大家